為大家介紹鼓手 杜嘉欽 對手跟吉他手他們是兄妹 他們是張凱婷跟張凱翔 先講一下怎麼認識他們的 就是幾年前 有那麼久嗎 兩年前我在網路上聽到了他們的音樂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我跟他們明明終有注定 所以我就想要找他們寫歌 就這樣 就是一個這麼果決的人生 然後但是其實你知道一起做音樂 就是品格品性也很重要 如果你跟很厲害的人可是是壞人的話也很危險對不對 所以為了要知道他們品德好不好 我還混進了政治大學去偷看他們的那個 表演這樣 然後後來就覺得他們跟林佑嘉一樣都是 很有上進心的小孩子 因為今天呢 父母親也有 場面畫 場面畫 沒有他們真的很優秀 他們真的很優秀 那個叔叔阿姨 但是其實在 其實要找他們之前 那個時候我想要 其實我一路上真的有接受到很多人的鼓勵 想要寫寫歌啊什麼的 然後比如說 今天我來的這個小霞老師 山寧 他們都常常鼓勵我寫歌 然後 嗯 其實一開始我是想要找很多不同的朋友寫歌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 我真的從來沒有野心說我第一首就要 做一個好像很樂團的感覺 但是我們現在 喔 我費用太多了 我知道沒有啦 但是我很累 我想休息一下 我覺得我的喉嚨很累 總之 命運的安排 就是我們有了這首歌 叫做Cole的形狀 然後 不知道這首歌會帶我們到哪裡去 但是 是 也是我的生命萃取出來的一首音樂 所以 來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會緊張 等一下 我們要先練一次 不要不要 不難練了 還挺不難練的 我們在小區幹 沒有 是 我們在小區幹 我們在小區幹 就有人說 就有人說 你的 我正定的主流 你有理由 走進太久 被圍繞的囚 我正定的主流 走進以後 不會再停留 那只要是 那一場 是